第69节 革命再深入 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重建党的喉舌 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在中共的政治组织构成中 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 一直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 意识形态宣传对于中共之重要 不仅在于它可为党的政治、军事等一切实践 提供全套的解释 使中共全部活动 奠定在学理和道德基础之上 而且还可以被党的领袖 运用作为对付党内政敌的有力工具 正因如此 30年代末之后 毛泽东一直在为控制中共意识形态部门而奋斗 由于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报刊在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系统中 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毛泽东对中共报刊给予了最大的关注 1941年至1942年 毛泽东依靠坚强的组织机构 中央高级学习组 中央总学委全面占领中共舆论阵地 最终将其置放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改版 就是毛泽东这一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改组《解放日报》 是为推动全面整风而精心策划的一个攻坚战 此举标志着从1938年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 开始的毛个人控制舆论工具过程的最后完成 六届六中全会后 虽然毛泽东已在制定中共文宣政策方面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他对文宣部门的控制 尚未达到绝对化的程度 中共文宣部门上留有一些国际派人物在主持工作 对毛仍存在一定的制约 因此毛对中共文宣系统还是左右看不顺眼 首先 毛泽东队友博古担任主任的中央党报委员会 抱着很不信任的态度 中央党报委员会 是一个在中共历史上存在很长时间的组织 他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央政治局领导 监督中共所有报刊的言论活动 自三十年代初期以来 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一职 长期由张文天担任 1938年后 博古随继任辞职 但由于博古留在重庆南方局工作 中央党报委员会实际上仍由张文天掌控 直到1940年11月 博古返回延安 中央党报委员会 才由博古真正负责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 延安的报刊开始把毛的言论及活动 置于突出的地位 但对毛泽东也就做到这一步为止 在张文天博古的安排下 毛泽东只是比较突出的 一名政治局委员而已 为了体现集体领导的原则 延安的各种报刊仍然大量刊登 张文天 王明 凯峰等人的理论文章 这种舆论导向时光大党员 无从减退对王明等人的重样 也无从增添对毛泽东的认识 对于这种局面 毛泽东虽然气愤 但衣食也无可奈何 毕竟毛当时还不便主动提示别人 来歌颂自己 然而毛泽东执意搬去张文天 博古这两块石头的决心 却已下定了 毛泽东的另一个不满对象 是由王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作为中共机关报 于1938年1月11日传刊于武汉 以后随中共代表团签至重庆 是唯一不受毛直接控制的中共重要报刊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实际上起着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作用 对于新华日报的中央机关报性质 在1938年的中共党内 是无人会公开提出疑问的 事实上延安也予以默认 1938年4月2日 中共长江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 向各地方党委发出指示 要求各级党委各地方支部订阅新华日报 并且在党的会议上 讨论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 在技术方面 新华日报也无可争辩地处在所有中共报刊的首位 新华日报的采编人员 大多为著名的中共文化人 王明、周恩来甚至还邀请了中间派人士 陆仪参加新华日报工作 和大型日报新华日报相比 延安的周二报、新华日报只是一张小报 很不符合中央机关报的身份 1938年7月初 王明指示新华日报 暂博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引起毛泽东的极大愤怒 尽管不久王明、周恩来既指令长江局 以新群从书第15种的形式 领出了论持久战单行本 但这并没有消弭 毛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怨愤 1939年5月17日 毛泽东抓住周恩来同意新华日报 暂时停刊 参加国民党提出的联合版仪式 严厉指责周恩来 你们为征求中央书记出意见 即同意停版 实属政治上一大疏忽 在毛泽东眼中 新华日报不仅成了王明、周恩来 用之于和延安分庭抗礼的工具 更成了第二政治局指导全党 对外代表中共的舆论喉舌 实属不能容忍 尽管毛泽东对新华日报强烈不满 但是对于国统区 这唯一一份中共公开发行的报纸 毛当时尚无法直接支配 同时 毛也相信 如果能促使周恩来改变观念 并对新华日报 施加毛个人的影响 使之在政治和思想上改弦一辙 新华日报自有其 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 只是 新华日报作为中共 唯一机关报的地位 必须改变 1941年春 毛泽东整肃中共新闻机构的措施 相继出台 第一步 毛泽东以技术条件的限制为由 提议暂时财病延安的大部分党刊 财政困难固然是事实 但毛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 因为遭受财车的刊物 在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并没有恢复 财病结果是 由张文天主编的解放周刊 共产党人等 一批报刊 纷纷关门大吉 中央党报委员会 名存实亡 几乎不再有党刊党报需要管理 毛泽东的第二个行动则是 在1941年5月15日 宣布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内部刊物 今日新闻合并 于次日 正式创办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 毛并通知全党 今后中共一切党的政策 将经过解放日报 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 创办解放日报 是毛泽东在统一中共全党宣传舆论机构方面 获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毛对解放日报 倾注了强烈的关心 他亲自为该报撰写了发刊词 然而时隔不久 解放日报的表现 就令毛大失所望 毛发现该报在言论方面 与已经停刊的延安党刊 并无任何实质区别 毛泽东选择博古 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新华社负责人 随属是对博古的降级使用 但也是对曾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博古的一项安抚 毛相信 在他本人的鼻子底下 博古绝不敢违抗自己的旨意 解放日报将忠实贯彻自己的意志 可是情况却非毛泽东设想的那般顺利 博古与该报主编 另一国际派人物杨松配合默契 竟将解放日报办成了苏联真理报的中国版 解放日报创刊后不久 苏德战争爆发 此事自使延安共产党员关心的头等大事 于是 博古 杨松等在报纸上以最显著的地位 突出报道苏德战争和苏联红军抵抗入侵德军的战况 有关国际问题的新闻 社论和文章在报纸版面上 占了压倒优势 而对中共极其军队及闪甘宁边区的报道 一时则数量相对较少 位置也不显著 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直接使用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极为恼火 认为这种有文毕录 不加改写 将外电直接同上报纸的方法 使读者看不出党对某一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立场和倾向性 是在为别人做义务宣传员